多 美国也多 但是美国没有直接A过去 美国有很多UFO事件 你也知道很多 咱们也接触过很多 曾经作为地球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苏联 好像大家听到 它的UFO事件是特别少 但其实它的UFO比美国来得更传奇 更牛逼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苏联KGB秘密文件里面 那些诡异的UFO遭遇事件 大家好 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比赢 旁边是UFO爱好者小仙儿 大家好 这个都被发现了 和美国的UFO事件 大部分是民间传说 媒体报道不同 苏联作为曾经地球上最大的国家 虽然现在已经解体了 它的UFO事件 就大部分是官方文件 它解体之后 很多政府秘密 机密集的文件就流传到了民间 也暴露出了很多官方认可的 认可的 不可解释事件 根据暴露出来的KGB秘密资料显示 仅在1978年到1990年12年的时间里面 苏联就记录和研究了3000多起UFO遭遇事件 经过苏联专家研究判断 其中有300几世 无法科学解释的 可以确定的UFO遭遇事件 根据这些资料显示 苏联不仅遭遇过UFO 还捕获过外星人 甚至和外星人干过一架 战斗民族是比美国人比较多了 我们今天现在来讲第一个 沃罗涅日外星人袭击事件 俄罗斯城市沃罗涅日是一个工业中心 距离莫斯科约500公里 这个工业城市人口近100万妥妥的大城市 特别是在欧洲那些地管人气的地方 这是超级大城市 就这么个人口稠密的城市 在1989年9月的晚上 发生了第二类接触事件 1989年9月27日下午6点30分左右 沃罗涅日的一个城市公园上况 出现了一道奇怪的粉红色光线片 公园里又是下班时间 那人可是不少 当时的公园里面的人 抬头都看到了一个直径约10米的深红色球体 突然从灯关中出现 开始绕着公园盘旋 就在大家目击这个粉红色光球的时候 这个球体下部打开了 就像一个球体下部突然打开了个餐门 两个人形物体出现在餐口 据很多人描述 这个人形物体可能有三米高 他们穿着银色的工作服 和青铜色的靴子 目击者描述这两个东西中 有一个人的脑袋像一个旋钮一样 就是我们洗衣家那些上面的旋转按钮 脑袋像旋钮 没有眼睛 另一个有三只发光的眼睛 嵌在他微笑的圆顶段头部里面 圆顶段 圆顶段就是这样的一个头部 他没有脖子 这样的一个头部 然后有三个眼睛 对 这个生物的两个靠边的眼睛是白色的 中间的眼睛略高于另外两个眼睛 是鲜红色的 而且中间这个眼睛像雷达一样在旋转 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牵进去以后雷达一样的旋转 那玩也有 不是眼睛吧 应该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说它是个雷达 但目击者又说 这个外星人胸前就附着这个类似圆盘的物体 这个奇怪的圆盘似乎就是雷达 在有条不紊的扫描下面的公园 然后这个餐门就关上了 球体能进一步下降 落在公园的中央地上 餐门再次打开 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旋钮头了 只有那三只眼睛的人形物体出现了 这次它旁边带了一个小型的机器人 方形漂浮在空中 这两个东西就离开了那个飞船 看到这两个东西离开飞船的时候 一个16岁的男孩还一啪地开始尖叫起来 当那个男孩 这个尖叫声刚刚出来的时候 那个人形物体 那个高的人形物体转过来 那三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小男孩 并且三只眼睛同时发出明亮的光门 就在这个时候 男孩那个尖叫声就没了 只有那个男孩在 这样的表情僵直在那个地方 人群装就有些人看到这个情形 也开始尖叫 这个时候呢 人形物体就拿出了一把像枪一样的 缠管子的东西 用那个枪指着那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就凭空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都开始尖叫起来 这个人形物体看着这个情况已经不可收拾了 迅速地返回那个球体 起飞消失在夜空 就在他们消失出人们视野的那一刻 那个小男孩又出现了 身体上完好无损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只是还在尖叫 这是虫洞技术吧 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在鬼吹灯里面也有描述 鬼吹灯对他的解释 是把这种一个人 放进了虚数空间里面 等那个飞碟 或者那个外星人飞走以后 连接虚数空间的能量就消失了 小男孩就回来了 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苏联了 加上是在一个工业中心城市 很快 数十名科学家 还有苏联的政府机构 这个就是KGB 还有记者 就来到了沃罗尼律师 反问调查这件事情 其中 有记者采访了很多人 他们声称 他们其实不仅是在发生这件事情的 单天看到过UFO 而且是在1989年9月21日到10月2日之间 多次看到这么一个粉红色棺球 在天空中盘旋 调查人员 还在着陆的那个公园的地上 发现了个大型的菱形凹陷 这种凹陷肯定只能有非常重的东西才能制造出来 根据沃罗尼日地球物理实验室主任 跟尼克希拉诺夫的说法 他们发现了整个地区 放射性同位素 异常含量增高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还发现了两块无法辨认是啥的深红色沙烟 经过分析 科学家觉得 这个物质 不是地球上能够自然形成的东西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太玄化了 很多人都不信 其实包括没有亲历的很多苏联的部分记者 他们也质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于是就有记者找到了单天几个目击者 让这几个目击者画出他们所看到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两位六年级的小学生 结果是所有人 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学生 所有人画出的外星人惊人的遗址 都扎成这个样子 更可靠的一点是 KGB这个组织 说起来肯定很多人都是文风散打 这个组织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可以判定是一起 真的第二类UFO接触 这两个外星人是在干嘛 不知道 而且在那个地方其实独自出现了 我觉得淘气吧 金属柱吗 这是纯属淘气 有可能 但是我 就真的可能他们是来做什么研究的吧 但是他们可能第一次选择的这个降落地点有问题 对 降落在了一个人群密集的公园里边 对 然后没想到引起了地球人的这种骚动 其实这个事情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第一个是见到的人很多 资料很全 最重要的是 KGB这个组织 他调查出来的结果还是很可信的 第二个就是彼得洛扎沃斯克事件 这件事情发生在1977年9月20日 在卡雷利亚自治苏莱共和国的首府 彼得洛扎沃斯克 彼得洛扎沃斯克 缠住居民 只有18万5千人 人们在1977年9月20日早晨4.5分左右 看到云层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光 这一道光以螺旋轨迹下降 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是块陨石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但是突然间他在空中减速 并且最终停止在天空中 静止了 然后就在城市的上空开始盘旋 还发出可怕的嚎叫声 但是啥时候 冷战 全世界都害怕发生核大战 这种嚎叫声就着实把彼得洛扎沃斯克的居民吓坏了 都不以为是美国开始打核大战了 所有人都冲到了街道上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时间内 这个光球发出了数百道细细的光芒 如同细细的箭矢洒落在大地之上 街上的人就更害怕了 根据塔斯社记者尼古拉米洛夫之后的采访 他这样写道 人们就像精神错乱了 在大街上疯狂的奔跑喊叫 睡着的人都被突然之间惊醒了 现在是干做了一场大噩梦 浑身不舒服 在街上的人 虽然在疯狂的奔跑 嚎叫 但是都感觉自己像被偷了电一样 全身都是电流那种酥麻的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光球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发光的水母 出须精华 闪耀着美丽的色彩 周围的白色光芒 现在已经缩小成了一个闪亮的戒指形状 而那些触须则降落在地面上 在溺青和玻璃窗上 钻出了数千个小洞 对那个光线其实是有破坏线的 那如果射到人有什么犯 人就电倒了 电倒了 就像被电倒以后 抽不出开始 然后一个更小更亮的灯泡状物体从水母身上脱离出来 在帆顶上沿着街道飞行 就像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遥控无人机 一名医生目击到这个小东西了 他看到那个物体的时候 他的车就立即抛忙了 空气中可以闻到一股臭痒的味道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小的光球突然就消失了 那个大的光球也飞快地离开了城市 消失在云层中 它的速度太快了 把云都打出了一个洞 那个洞周围的云呈现出红色 就像被烧焦了一样 整个事件持续了不到12分钟 目击者有数千人之多 其中就包括彼得洛扎沃斯克气象台战斩 气象学家尤里格罗莫夫 他第一时间就排除了这个东西是球形闪电 或者其他气象现象的可能性 他是这么说的 在我看来 要么这东西是不明飞行物 要么这就是来自不明飞行物的能量产 怎么说都是不明飞行物了反正 对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面 苏联政府和塔斯社收到了1500多封信 他们都是来表达担忧和忧虑的 有的人问 彼得洛扎沃斯克是否还安全 有的人问 我们是不是受到了犯罪性危害 有的人责问是不是开始打核大战了 有的人责问是不是美国搞鬼 所有这些信件 以及塔斯社采访的档案 还有目击者报告 最后都被KGB没收了 并且禁止再提及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本来要以这种犯式消焉在这个历史里面了 但是搞笑的地方来了哦 其实当天观测到这个UFO的不只是苏联 整个东欧都看到了这个诡异现象 分蓝赫尔辛基的雷达战还记录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从苏联飞过来 这下各国政府就急了 都纷纷要求苏联做解释 说 你们是不是做什么秘密武器实验了 都影响到我们了 你们是不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苏联也很无奈啊 这东西不是我们的 这东西不是我们干的 我们也是受害者啊 苏联政府啊 不得不为此事特地撰显了一份官方报告啊 披露给各国政府 该报告称啊 我们也不真的哇是啥 这东西影响发挥太大了 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专家也无法解释 我们也是受害者 我们一个城市被撞了数千个小洞 甚至隐晦的暗示啊 这是某种宇宙神秘力量 在世界各地产生的影响 他为什么说世界各地 其实不是 我觉得不是说世界各地 因为你来说的领导太多了 对吧 他就觉得不是我们干的 这是外星人 或者是神秘力量 在你们国家造成的影响 不是我们 所以说是世界各地嘛 几乎整个东欧都看到了 好这件事情到这儿 基本上就结束了 没有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影响最大呢 其实是城市里面的街道 还有窗户 KGB去调查了 收缴并收缴了一些 彼得洛扎沃斯克那些被破坏的窗户 那些细密的洞 大概这个洞啊 直径就五公分左右 差不多那么大 不到 应该不到五公分 这么大是十个洞 就差不多那么大 很均匀 有的拉有的小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有数千扇窗户被打成那个密密麻麻的洞 就很很夸张 那有没有伤亡 没有伤亡 基本上就是被电到了就麻一下 但是也有可能是KGB故意隐瞒了伤亡情况 对吧 这个资料就没有显示了 好最后一件 也是最牛逼的一件 这次被外星人杀了三个人 最后这件事情呢 离我们也不远 它就发生在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 对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淡水储量最大 也是最深的淡水湖 最大深度超过了1524米 但是不止于此 其实自古以来 贝加尔湖当这个地方 对贝加尔湖就有另一个称呼 叫做精灵的家园 有传说 说是一条火龙就生活在贝加尔湖湖底深处 其实在现在 贝加尔湖就和51区是一样的 是世界上UFO目击热区之一 几乎每年都有人能够看到 巨大的发光球体在贝加尔湖湖面上盘旋 为此呢 而斯皮尔伯格还在2015年在贝加尔湖制作了一部 名为深度211的UFO纪录片 我发现有很深的内容湖都有传说 是啊 什么秘密 贝加尔湖呢 贝加尔湖也是说有什么火球 对 还有海马 对 还有海马 还有地下城 是 而这次我要说的这个UFO事件 发生在1982年 而且是一次第四类接触事件 报告此事 不对 不是报告此事 应该是记录这件事情的人啊 不是民间啊 是来自于苏联军队 是军队直接就删报了 然后我们遭遇了这件事情 根据泄露的苏联军事文件 发生是1982年 一直由7名潜水员组成的队伍 被派往贝加尔湖50米深的地方 在那里啊 他们发现了一种潜水床 这一天啊 他们下去就突然发现啊 这个不明物体周围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形生物 就在那个床旁边 好像在操作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他们丢失的 这些人形生物啊 大概有三米高 每个人都穿着景深型的银色套砖 还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据说啊 看到的至少有两个 至少有两个 还有一个在那一头 可能还有一个 就在那个东西的 另外一边 头上呢 戴着透明的头盔 可以看到里面 但是看不到任何水废之类的那种设备 就是我们背的那种眼镜桶 看不见 这7个人直接联系了陆地 因为他们是用军事潜水服 是有那个连线啊 有安全神连到陆地的 就报告了陆地 然后陆地很快就传来了命令 命令潜水员要捕捉这些人形生物 哪怕一个也行 然后这7名潜水员呢 就服从命令 因为他们居然啊 服从命令 向那些人形生物移动 那些人形生物啊 转过来就发现了潜水员 但是他们二话不说 也没有对视 直接就对着他们这么一笔 然后手 手就对他们这么一抬 他们看到的是 手对他们这么一抬 然后他们就感觉一阵冲击波 就向他们冲来 在水里面 一阵冲击波冲来 7名潜水员 其中3名 云民单产 另外4个人啊 受了重伤 呃 根据他们的描述啊 就像 就像一个深水炸弹 在他们面前 近距离爆炸的那种冲击波冲来一样 然后是这7人身上都有安全神还有连接性啊 很快就被拉上了岸 回来的话 根据 幸存下来的潜水员描述啊 调查人员发现 其实 贝加尔湖 几百年前就有关于这些不明生物的传说和画像了 只不过当地人啊 没把它叫做外星人 而称作天空之子 天空之子 那就是外星人了 就是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啊 这些人肯定不是水里生出来的 嗯 是天上落下来的 对吧 就是你肯定是外星人了 对不对 之后啊 这件事的资料 我觉得他们也很容易 直接满上去了 对 都没搞清楚 就知己知彼 哈哈哈哈 直接就A过去了 对 直接就冲过去 人家是谁你不知道 人家什么技术你不知道 人家说明比你千金很多 你根本搞不定 对 呃 这件事情之后呢 到这儿就不了了之了 之后就没有资料了 我其实今天还想讲一个事情 就是苏联像美国政府一样 美国UF那个51区马罗斯维尔事件 其实苏联也曾经 传闻抓到过外星人的尸体 不能说抓到外星人的尸体 他们俘获过外星人 找到过外星人的尸体 并且还有UF的残骸 他们找到了 但是呢 这件事情争议比较大 到底是真的还是有人做秀 怎么拍出来的 争议比较大 我另找时间啊 把这件事情 闲闲细细的整理好 资料 讲给大家 嗯 我想起来美国好像也有这种 UFO的遭遇 然后正面的冲突 多啊 美国也多啊 但是美国没有直接A过去 你知道吧 其实从2013年起啊 俄罗斯政府啊 就陆续的解密了一些文件 这也包括之前苏联的一些文件 其中描述了很多俄罗斯军事人员在全球 全国各地遭遇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尤其是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下遇见UFO的事情 从2013年开始啊 俄罗斯政府也正式的和公开的加强了UFO研究 包括2022年啊 他们宣布的罗斯科斯莫斯空间项目 就将对飞行员产生的UFO报告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了 而且呢 许多以前苏联的机密文件了 其实现在都可以在公开的网站上看得到 包括CIA.GOV网站上可以查到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查一查 相信大家会有很多不一般的生活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